印度基建计划可能又要失败了 2021年时 为了从中国抢订单 印度启动了一项非常疯狂的基建计划 Gaddy Shagdi 投资高达100万亿印度卢比 Gaddy Shagdi也叫多功能国家连接计划 或者GK国家总体规划 它的规模非常庞大 首先是资金 100万亿印度卢比相当于1.2万亿美元 是印度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基建投入 即使是同期的美国也只有1.2万亿美元 所以当这项计划公布时 很多人都感到惊叹 然后是参与项目的规模 印度设立了国家连接中心 将全国航空 铁路 公路等新基建的基础项目连在一起 放在网络上统一管理 要知道 印度国内的利益集团非常多 在建设基建时 往往非常难以推进 要么项目被迫延期 要么直接被放弃 就连新建成的项目也有可能被重新挖开 很少有能顺顺利利建设和发挥作用的 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 他们给印度修铁路 结果修到自己都怕了 国家连接中心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一旦项目遇到问题时 国家连接中心就可以直接跨部门 一站式沟通解决 这种做法已经打破了印度政府部门间的壁垒 有希望改变印度基建效率慢的老传统了 至今为止 已经有上千个项目在这里报备 数量非常大 因此当这个基建项目公布的时候 印度有些专家就嗨了 有的说 印度的基建将重现中国的神话 有的说 Gaddy Shakhti将使印度崛起 而有的则更加直接 说它可以让印度从中国抢下更多的顶单 当时国内也有些人担心印度一边学习中国搞基建 一边争夺中国工业 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冲击 最终用魔法的方式打败魔法 然而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 印度上千个基建项目 既然有一半延期交工 四分之一的项目成本超之 也就是说 印度做了这么多的努力 但是基建速度依然拉矿 那么问题来了 为啥印度投入这么大 基建却还做得这么差的 他们真的能学到中国基建的精髓吗 今天咱们就来说说魔幻的印度基建 以及他们是如何把项目搞还的 印度基建项目的确是在学习中国 最早是在2019年8月15号 印度总理莫迪提出建立新印度的战略 这一天是印度的独立日 相当于是中国的国庆节 印度领导人通常会在独立日发表演讲 当然在这么喜庆的日子 自然要发表一些振奋人心的事情 但是2019年的独立日 却有些不太一样 当时印度的经济增速 已经连续18个月下滑了 国内外对印度经济开始悲观起来 尤其是印度国内 有些人甚至认为 这是国家战略出现了问题 于是他们就提出了一个 非常激进的目标 在未来5年内 将印度打造成 5万亿美元经济体量的国家 要知道在2018年时 印度的GDP也只有2.7万亿美元 距离5万亿的目标相差将近一倍 要想实现目标 难度可想而知 那么要怎么样 才能完成这个目标呢 答案就是工业 在农业、服务业和工业三大产业中 印度发展的都不好 其中农业最惨 根据全球饥饿指数的数据 印度常年处于重度饥饿国家 所以必须将大部分粮食 留在国内才行 而服务业也不行 服务业只有美国那样 高端阶层才能挣钱 低端的服务业 只能沦为打工人 即使大量派遣出国工作 也只能为其他国家做贡献 于是工业就成了最佳的选择 而工业的基础就是基建 只要基建动起来 那么GDP就会开始 蹭蹭蹭地往上涨 也会带动就业和工业 而基建建好了 物流速度的提升 会再次促进更多的工业发展 因此 印度在经济增速变慢的时候 就首次提出用100万亿来搞基建 直到2021年 印度总理莫迪决定将 16个基建相关的部门 整合到一起 创建一个国家数字平台中心 由他们同意来解决 基建遇到的问题 为啥要重建一个这么大的平台呢 其实都是被印度拉垮的 基建效率逼成这样的 这件事还要从莫迪 竞选印度总理开始说起 2014年 莫迪带着平民总统的称号 就任印度总理 作为平民的代表 他做出了许多承诺 比如提升国家经济 让21世纪成为 印度的世纪等宣言 为了完成这些宣言 他提出了印度制造等战略 希望将印度打造成 全球制造业的中心 不得不说 他的确有战略眼光 不过当时中国已经逐渐成长为 全球最大的工业国 于是两者不可避免地被拿来对比 然而结果却让莫迪有些尴尬 战略的五年内 印度非但没取代中国 反而与中国的差距越来越大 2019年时 印度的GDP仅为2.3万亿美元 而中国的GDP体量 已经飙升到了14.28万亿 位居世界第二 两者经济规模相差巨大 这还没完 在经济增速上也是全面下滑 从2017年年底开始 印度经济增速就一直处于下滑的状态 到了2019年 印度的经济增速降到了3.74% 而中国则有5.95% 这也意味着两者的体量差距 很可能再次拉大 因此 很多人对印度的工业政策产生了怀疑 而2019年又是进雪年 当时莫迪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事实上是莫迪不够重视工业吗 当然不是 他或许不是一个完美的总理 但是他确实兑现了自己曾经的承诺 一直打造印度工业家底 主要问题是印度内部环境非常复杂 既有各个帮中的权力分散 又有种族土地相生的阶级问题 还有工会和财团的利益矛盾 让印度工业在征定 税收资金等问题上受到重重的阻碍 而印度政府为了打破这些障碍 做了许多努力 刚开始时 印度政府就遇到了资金问题 要发展工业就需要设备和原材料 购买原材料和设备 就需要大量的外汇和资金 所以莫迪刚上任 就放宽了航天 医药 食品等9个领域的外资限制 国外的资金无需审批 就可以直接在这9个领域内投资 于是这个政策吸引了很多外资进来 2015年 印度总共吸引外资超过550亿美元 比上一年多了190多亿 创下历史新高 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吸引外资国家 但是仅仅是有钱还不够 因为土地征收成了最大的障碍 由于印度独立时 保留了大地主这个角色 所以土地一直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虽然经过数次土改 这个现象得到缓解 但是依旧有近半的土地被乡生地主把持着 这些人可不管你工业发展的如何 或者要建什么名声基础设施 反正动他们的土地就是动他们的蛋糕 而他们则会动员农民游行示威 印度外籍过来是要土地才能建厂 工厂建起来了也要配套的电厂 水厂以及道路交通等 这些都是需要土地的 所以很多外资企业不是被卡在厂房这一步 就是被卡在配套设施和物流交通这一步 总之 土地征收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于是在2014年年底时 印度强行通过了一项土地法案 法案规定可以不用做社会评估 甚至不用农民本人同意 就可以强制征收土地 这项法案极大缓解了印度工业用地的问题 有了土地 印度就可以开展工业建设了 然而有了工业和商品 但是在交易的时候又遇到了问题 印度和美国一样是联邦国家 他们的消费税非常的复杂 既有联邦税 也有各州自己的税收 而每个州的税率都是在保护自家的产业 同时不让其他州获利 于是就形成了混乱的税收局面 一核牛奶在不同州都会有不同的税率 这就导致商品在流通的过程中非常繁琐 为了更好地让商品流通 2017年时 印度就启动了独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商品和服务税改 开始征收同意的商品服务税 这项税改政策刚发布时 印度政府 商业界以及律师界全都恍惚请和 很多人甚至将它当作莫迪凌人的功绩 可想这项税改是非常成功的 它让商品贸易变得更加便利 工业品流通的更加顺畅 当营商环境都改善后 莫迪就着手建设工业区 分别在孟买 新德里 秦乃班加罗尔 东海岸等地方建起几个工业带 工业带建立后 他们又遇到了基础设施差 交通不便的问题 道路就是经济的血脉 于是印度又开始大搞基建 并且在工业带周边大搞配套的基础建设 用铁路 公路 轨道交通的设施 将它们连接起来 建成五条工业走廊 这些工业走廊将工业带连成一个整体 具备了区域连动的功能 如果你认真看你会发现 它们特别像我国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工业带 可以说 印度就是摸着中国的景眼过河 希望以点待面 借助这些工业区带动印度整体的工业水平 在莫迪的努力下 印度取得了非常多的成就 在上任的前三年 印度的GDP增速非常快 尤其是2015年和2016年 两年里 GDP的增长率都超过了中国 成为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低的国家 大家可能看着感觉没啥 觉得中国经济增速泛慢是因为体量大 这种观点当然没错 中国工业和经济做得太好了 以至于大家都习惯了 经济发展就应该高速增长了 但是如果你放映到全球 你会发现 世界经济中 除了割别人血肉的美国外 已经很少有印度这样 能保持长年增长的国家了 举个例子 2005年全球经济体重 最被看好的就是金庄五国了 也就是中国 印度 巴西 俄罗斯和南非 这几个国家 被认为是世界经济未来增长的 主要动力 然而在2014年后 除了印度和中国外 其他三个国家的经济 已经开始衰退并掉队了 所以如果单单从成绩来看 不是印度做得不好 他们直到2019年 经济增长才出现下滑 当年印度以3.74%的经济增速 创下20年来历史最低 而且是连续6个季度持续下滑 让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 而中国依旧取得了5.95%的优异成绩 于是和中国对比 印度又开始难受了 所以很多人又开始反省 发现印度的情况太复杂了 各种经济政策虽然很好 但都是治标不治本 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比如土地征收 印度推行土地改革 法律可允许强行征收土地 但是并没有取缔地主的存在 他们无法阻止你收购土地 但是可以派人干扰你的速度 让印度的基建项目 出现延期和超值 比如日本给印度修高铁那事 根本不是日本高铁不行 而是印度征地实在太慢了 整整4年时间 印度连地都没给日本 他们就算技术再牛也没用 因此在印度投资基建 是一件风险很高的事情 很多企业压根不敢 大规模投资基建 就怕肉包子打口 也就是说 虽然印度强行通过了 土地收购法案 但是依然是治标不治本 莫迪为了吸纳民间资本 也创新性地推出了 一套招商引资模式 混合年纪模式 它由政府出资40% 银行贷款出资45% 最后15%左右 由企业来承担 等项目做成了 由政府管理和收费 企业进行维护 因此就形成了一个 混合出资的模式 也叫混合年金 这种模式的确降低了 企业投资的风险 然而这种模式效果的确有 但并不多 因为印度基建 远远不止基建投资问题 还有政府机构和工会等问题 举个印度港口的例子 有些人可能听过 印度的海岸线非常长 而且深入印度洋 所以他们拥有 世界级港口的条件 然而印度却无法诞生 世界级港口 他们的港口甚至成为 基建最大的短板 其中有30%的进出口货物 需要依赖其他国家 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工会限制了印度港口的发展 因为港口的机析化 可以取代大量的工人 所以他们不愿意看到 港口进行性大化的改造 就像我以前说的 一个无法停靠远远货船 没有大量机器的港口 才能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 一个机析化程度再高 效率再好的港口 那就不需要工人了 所以每次政府 要进行港口的改造 工会就会组织工人罢工 海运是全球贸易的 主要交通方式 印度港口停工一天 那么整个国家的进出口贸易 就得全线停止 印度官方就得被迫停止改造计划 除了港口的工人工会 印度的工会遍布铁路 航空 道路等基础设施领域 他们和港口形成了 相互呼应的局势 经常联合起来搞罢工 这个臭毛病 就和美国的工会一模一样 然而美国有的是钱 他们在全球收割一波 就可以发发福利 满足工人的诉求 印度哪有这种资本啊 于是就形成了 这种很尴尬的局面 除了工会 还有政府机构相与卖 我们说过了 印度是一个联邦制国家 政府的管理部门很复杂 既有联邦的管理部门 也有州政府的管理部门 他们之间的权利 是相互合作的关系 但是印度的腐败和僵化非常严重 每个部门想的不是相互配合 而是能甩锅就甩锅 遇到问题时 有利益就争取 没有利益就推托 然后就形成了部门壁垒 大家都不相互配合了 甚至是往死里好羊毛 各种程序非常多 这些问题 只要经济高速增长 就可以掩盖到这些问题 但是经济差的时候 这些就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印度就是这样 2018年后 美国董王上台 实行以美国优先作为口号 几乎是无差别攻击 导致全球出现金融危机 印度自然也没办法幸免 于是经济直线下滑 在和中国的对比中处于下方 其实说到这里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 虽然莫迪做了很多努力 但是许多地方都是治标不治本 也就是很多人说的 没有结构性改革 因此在2019年的选举年时 莫迪就遭到了很大的舆论压力 他被迫做出很多承诺 其中在8月15号独立日时 宣布了自己的新政计划 2025年前达到5万亿美元的经济目标 100万亿卢比投资的新兴计划 希望基建能够救世的同时 让印度经济再次腾飞 实际上莫迪这么做 的确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靠基建度过经济危机的案例 比比皆是 中国古代爆发粮食危机时 朝廷就会出台以公代政的政策 让无业农民去修河堤 修马路等等 近代历史也有很多案例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 美国罗斯福实行的以公代政 1930年代 美国爆发经济危机 股市一夜之间消失了5000亿美元 而后三年时间里 8万多家企业破产 80多万返产贷款被扣押 1700万人失业 占就业人口25%以上 国家经济距离崩溃 只有一步之遥 于是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 就出台了各种救世措施 干预社会运转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措施就是 以公代政 由政府出资数十亿美元 建设医院 机场 公园 道路等等 共计三万多项基础设施 其中大部分都是大型工程 这些工程一举解决了 美国人口就业问题 而工园 医院 机场等 则成为了美国未来可持续收入的基础工程 后来罗斯福新政内容 就逐渐成为其他国家学习的对象 律师不爽 尤其是中国 在2008年 2012年 以及2016年 相继遭遇了金融危机 然后开启了几次基建浪潮 将中国的道路和城市建设整理得非常好 2020年时 我们又开启了新基建 将七种科技项目纳入基建的范畴 所以莫迪这么做的确是有用的 然而他的运气并不好 2020年初 全球各国都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经济再次衰退 印度被迫将重心转到了抗疫上 本来印度还是有机会的 在疫情爆发初期 中国最先受到冲击 当时大量的工产关门 很多企业被迫寻找替代中国的地方 美国 欧洲 越南等地 都开始抢夺中国的订单 印度也是看准机会 派出千人团队游说各大国际企业到印度建厂 甚至再次在独立日上做出许多承诺 比如基建 税收 土地 资金等等 都是老问题了 但是很多企业如今都已经是惊弓之鸟了 在不解决好根本问题前 并不看好印度 再加上本土疫情爆发 导致印度错过了最佳的机会 2020年 印度全年经济竟然出现了负增长 达到了-6.6% 印度的财政赤字扩大了三倍 达到了9.5% 也就是说 印度没钱了 这样下去 别说5万亿经济体了 就连100万亿的基建都没办法完成 印度只得继续想办法扭转局势 于是就有了开拓说的 2021年独立日 印度第三次提出百万亿卢比的基建救世计划 而这次 他们吸取了上面的教训 决定推出一个临时联合部门 解决资金 政府效率慢 土地等问题 这个联合部门就是 getty-shackety 一个可以直通各个部门的数字平台 这就相当于中国常说的 攻坚团队 集合一切力量 解决棘手问题 他们拥有很大的权利 专门来协调和解决各种基建项目的问题 相当于绕开了原本腐败的体系 单单资金问题的基建项目 就已经解决了200多个 然而中国的攻坚战 大部分都会成功 但是印度却不会 如果你认真看 你会发现 它依旧是治标不治本 没有结构性改革 印度的工会依旧存在 他们依然会罢工 争取岗位 乡生地主一样会对土地 寸土必争 要么捣乱 要么游行 那些该存在的问题依旧存在 只会变得更加隐蔽 结果也确实如此 即使有了这么大的权利和部门 印度依旧有700多个项目 出现延期和超值 因此 如果你问我 印度基建会不会超过中国 那肯定是不会 因为印度还在为铁路 公路等技术设施繁星的时候 中国已经开始建设 大数据中心 特高压 充电桩等新基建 而且还投资了数十万亿 两者的体量和重要程度完全不同 可以说 中国基建粘压印度 但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影响因素 不仅仅是基建 还有外部环境 如今 印度已经成为欧美发达国家中 中国加一战略的主要国家 是他们产业转移的目的地 就算再大的问题 也会有很多企业入驻 比如富士康 苹果等企业 只要印度经济能保持增长 就会吸纳越来越多的资金 然后印度官方就可以依靠产业链 慢慢地完成一点待面的战略 这也是不容忽视的 至于将来的影响程度到底有多大 那只能等待时间给我们答案了 好了 我是熊猫 本期视频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的话 欢迎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见